Perry,桌面上的錶都是你生產和設計的 是的,這些錶都是我生產的 我當初生產這些錶的原因 其實我不想像整個街頭都努力試 我覺得有點悶 我就想一些自己個人風格和別樹一格的錶 所以就生產了慢慢學習、慢慢做 做了這些錶出來 有些錶甚至乎是全球只有一隻 因為有時候出街,人家會看見這錶很漂亮 可能他說對,這個世界只有一隻 可能比你帶著一隻錶力試 所以我就生產了這些錶 Perry,你自己生產一些錶做設計的時候 又要買料,又要裝陷,還要做packing 那麼多東西你自己怎樣學回來的 其實我又不是一個人去做的 我可能有時候幾個朋友搭買 一起去玩去做,再找廠商一步一步做 最初是有難的 我們亦都靠Kickstarter這個途徑 有些錶我們都是有推出市場的 是這樣的 Kickstarter是一個融資平台 為什麼你無緣無故會有一個概念 想到那邊去融資而拿資金來生產 那時候就經朋友介紹 就知道有Kickstarter這個平台 Kickstarter其實給了一個途徑就是 你以往可能做一件產品出來 你是要建了一個大貨 然後再想辦法 怎樣去將這堆大貨推出去 賺或者輸你是未必知道的 但Kickstarter就是你可以先做了一個樣板 然後你就去拍片拍照 再做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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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原來我可以由資本去生產 再將這件事起大貨再派回給那些人 就不用一下子都不知道自己贏還是輸 一堆都不知道一大筆資金出來 可以的 其實有幾隻是比較特別的 而特別是這隻 譬如這隻為例 我是找了一個世界模型大賽冠軍去設計 它的特別之處就是 它設計了它有自己風格的機械人 再加上機身 還可以換外圈去做 但這隻後期我都沒有去Kickstarter 變成全世界只有一個 這隻而已 就特別了吧 這隻就是我近期的作品 就是流胸肌心 再加陀飛龍 帶出來其實收視蠻高的 人們會覺得這隻是甚麼 蠻漂亮的 比較特別的就是這幾款 弄這些項目的時候 曾經有遇過困難挑戰嗎 多了 因為其實我自己對生產要求高的 通常呢 因為很老實 通常生產就是國內廠 其實國內廠有時 那些廠是偏向不隨便 因為他們會覺得 因為我先起板 不是一下子就做大貨 他們會覺得 你這麼多要求 改來改去 究竟你何時起大貨 他們會改到它沒有人 原來還有一些很簡單 我們看似很簡單的東西 原來是很難做出來的 譬如 這隻錶為例 原來把紅色印在黑色上面 是很困難的 這隻錶有甚麼紅色字 印在黑色的標本上面 原來你這樣做 那些紅色是不出來的 要經過幾重工序才能做出來 只是這件事 我都跟創商吵過幾次教 然後去到Kickstarter 我們開始以為很簡單 我把項目吸引到人就可以 原來不是的 原來人要怎樣去知道 你有這個項目是在做眾籌的呢 原來有很多途徑 可能去Facebook那些事情 究竟Facebook我要把錢放進去 做宣傳為之OK呢 全部都要去摸索 甚至乎是有幾款的 是扔上去 原來你做完一輪廣告 尤其都不搭標 結果可能贏了經驗 和贏了一隻錶 那隻錶又再成為全球只有一隻 有辣有不辣 當你發覺你戴上一隻錶 是你自己生產 可能有些是全球只有一隻 你會覺得那種感覺蠻型的 即是我買著一隻錶 原來茶餐廳和你落單的 又和你同款 但我為何要花十多萬 去和它撞款呢 我覺得 不知道 好像感覺不太好 但我原來戴上一錶 原來我感覺是 這隻錶我親手做出來的 那樣東西我自己挑剔的 甚至乎是 我全球只有一隻 那種感覺是 真的蠻型的 甚至乎你放在家裏 朋友來到你家裏 你感覺到這樣的樣子 對呀 這裏全部都是我自己做出來的 我覺得感覺比你更好 原來是六六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款 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 大家想嘗試Kickstarter的朋友 不要看得Kickstarter那麼簡單 成功的經驗我不是多 但吃屎的機會 就真的不少 因為你會 其實最重要是考量 你預計了多少資金去做Promo 告訴別人你的項目在眾籌 而且因為這個世界太大 你不和你只是在香港買一件產品 我只是集中Facebook廣告 你只要放在香港就夠了 不是的 因為你可能只是一個美國 你可能想 美國哪個城市 放多少錢為之夠 你要預算這件事 其實要很準確 還有不要麻木信 告訴你自己的Kickstarter顧問 然後跟你說收錢 跟你說分成那些 其實他只是拿你這筆錢 到處放的 行不行呢 行就跟你分錢 不行就你吃自己 這方面我覺得大家要小心一點 今天分享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大家可以留言、分享和讚好 拜拜